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黑皮肖奶奶 这一集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去了澎湖哪些好玩又好看的景点 废话不多说 Let's go 第一次来澎湖的印象就是 五部一小庙 十部一大庙 走到哪里全部都是庙啊 其中包含全台最古老的庙宇 天后宫也在这里哦 这里在明朝大约西元1604年的时候就建造了 属于国定的一级古迹 供奉是妈祖娘娘 虽然经过很多次的修复改建 但还是可以感觉到浓浓的历史与在地人文气息哦 其中必看的是这块国宝级的 神友荣玉退红猫番碑 也就是因为这块石碑的出土啊 才奠定天后宫的历史地位哦 天后宫的附近就是中阳老街 复古的街道上有蛮多特色商店可以逛逛 也可以弯曲旁边的摸乳巷摸一下 我是说体验一下啦 从天后宫走没多久就到四眼井啦 这口井呢其实提供了澎湖早期的民生用水 做成四个小孔比较安全方便多人使用哦 旁边卖要圣诞的阿姨还跟我们说了多少只墨镜啊 照相机啊 甚至小孩子要进去的故事哦 逛着逛着肚子也饿了 透过在地人的推荐 我们找到了一间位在菜园渔港上的海上牧场 从港口搭船只需要五分钟就到咯 海洋牧场最主要是可以鹅仔吃到饱 艾力克超爱吃鹅仔 你看它多开心啊 在里面吃的话 有人包包还没放 有人包包还没放 就开始烤 怎么搞错 超新鲜的 哇 对 好大颗 这里除了鹅仔之外 海鲜粥也是吃到饱的哦 而且还不定时可以看到一些可爱小生物 啊 我也很吃吗 有点吃吃的 要不要等一下 孙哥先来试试看看 吃 可能男生是还好啦 可以靠近一点 他嘴巴会笑 他会泄气的 除了好吃的 当然也有好玩的 室外的部分有一池池的钓鱼体验区 可以看到超大只卵丝跟各种鱼类 用无钩喂食的方式 对斗物不会有伤害哦 好烫 而这座海上牧场 除了提供观光以外 更是一座繁殖场 我们当天就看到渔民们在采收卵丝的卵 有没有看到小卵丝正在孵化哦 是不是很神奇 这就是有鱼盘子 那像这个就有眼睛啊 有没有看到 很皮的 好 那过一点它就会在里面动了 好像小镜子 想看海中生物 其实也不一定要真的到海上去哦 在西雨的竹湾大义宫里面 就可以看到全台唯一合法飼养的 绿细龟 赤细龟跟带帽哦 这是因为当初在禁令前就已经飼养了 考量到海龟已经没有野性 无法回到海中生活 所以现在才能不必潜水 也能这么近距离的 欣赏这些美丽的生物 想要上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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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得去吗 是绿细龟耶 绿细龟 整座地下室用珊瑚莲花 菇老师等材料装潢的 像海底龙宫一样 仿佛自己就是浦岛太郎的感觉哦 开完海龟游泳我也想去玩水了 水上活动最丰富的地点就是爱门沙滩啦 阳光沙滩俱乐部提供了可爱的电狗 跟多种的项目选择 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透明独木舟 使用的是压克力的船身 透明的跟水晶一样 拍起照来真的是完美感十足 教练们也都超厉害超会拍的哦 船底四周更是可以直接看到美丽的海底世界 教练会提供面包马上就可以看到颜色 缤纷的小鱼在船底下钻来钻去哦 船下去 你给我没面包 很漂亮 你看他在抢 很明显耶 好漂亮哦 很漂亮 不想下水就想要看到海底长什么样子吗 魁壁山的摩西分海刚好就非常的可以满足你 只是要一直耐心的不断的等 等 再等 Air路就慢慢的出现啦 还真是等到华尔都卸了呀 一群人坐泳着要走分海步道的时候 真的是满像出埃及记的感觉 那种难民感十足啊 那样 感觉怎么样 走走走走 把他趁海水关起来的时候要赶快过河 我们要快点出埃及 步道上有些小小的海藻啦 或者是像珊瑚碎块等等那种海底沉积物 是蛮特别的一种地貌哦 放眼望去呢 右边是海 左边居然也都是海 站在中间行走真的是蛮特别的体验 觉得等待其实也是很值得的啦 接着我们回到了陆地上 来到全台最老的眷村文化园区 笃行石村 园区内有许多好看的装置艺术 跟好吃好逛的商店 适合在这边闲晃个一个下午 重点呢 这里也是张雨生 跟潘安邦两位知名音乐人的故乡 想当年张雨生的歌 我每一首都会背哦 一直到现在都是我非常尊敬的音乐人 所以在参观纪念馆的时候 心里其实觉得 很无味杂陈 谢谢他留下来这么多美好的音乐 给这个世界 我们会天天想你 而潘安邦著名的 外婆的澎湖弯这首歌 更是澎湖的果格 每天街头一人 应该都要重复个50次吧 在这里你可以穿梭在旧眷村的楼房巷弄当中 想象一下当初生活的情景 那种傍晚烧饭的菜香 香煎的青草味 还有小孩子玩耍的声音 旧时代的美好 可惜下一代没办法亲身经验 但还好有这样子的文化园区 帮我们保留了这种 时代美丽的样貌 然后呢 旅行最有趣的事 我觉得就是 接近在地生活的事 跟没有计划 让缘分带你去下个景点 那种未知的感觉 锁港渔市 就是在地人推荐我们的哦 每天下午三点半左右 都会有渔川回港 载回很多新鲜鱼货当场贩售哦 你看这个鱼多大多新鲜啊 据说这里的价格 都是其他地方的六折其跳哦 所以在地的餐厅店家或是住家 都会过来这里补货 这种现场喊家的声音 还有人群处勇着看货的热闹情景 如果想要这样子的深度在地体验 来这里就对咯 最后也是黑皮笑奶奶最爱的地点 山水沙滩啦 澎湖有超多超多的沙滩 各有美丽的地方 但这里的沙跟黄金一样的闪耀 海水就像苏打果冻一样的清澈 如果你把我蒙上眼睛带来这边 告诉我 哎 你到马尔地夫了哦 我跟你讲我真的会相信哦 山水沙滩因为完全没有树荫的遮蔽 所以对于跟我一样 喜欢晒太阳的人来说 真的是超完美沙滩哦 另外也因为我最爱的菜宅小酒馆 就在山水沙滩的附近 想看介绍的话 可以点这支澎湖美食篇的影片看看哦 啊 这个沙滩实在是太舒服了 没想到不出国也可以去马尔地夫 真的是太幸福了 黑板马尔地夫 真的啦 我是黑皮笑奶奶 想看更多精彩影片 欢迎点击上方资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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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